本届海图会主会场设在台北市花博征验馆 展馆面积6000余平方米 设立大陆图书展示区 台版图书展销区 两岸版权洽谈及新书发布区 厦门海茶会茶文化体验等展区 海峡两岸出版界组织最新出版的精品图书参展 其中大陆参展图书2万种 我们两岸习俗相近 以言相动 就像我卖简体制书卖了20多年 我进了3000万本简体制的书 表示说这个很有市场 有这么多人买 这么多的简体制书 所以阅读根本不是障碍 所以其实两岸透过这种图书 文化的交流 更能产生的交集 对 有交流就有交集 然后更容易更深入的了解 这两岸就是这样融合在一起 秉承着书香两岸情细中华的主题 本届海图会继续以书会友 参展图书品种丰富 既有符合两岸业界采购贸易的相关图书 也有适合两岸版权交易的热门品种 还有一大批读者喜爱的文学类 生活类 少儿类等各类图书 以及适合两岸图书馆藏学术研究的史料典籍集集中亮相 其中中华文化系列图书 中华家训经典全书 二十四节气 本草百科 汉字与中华传统文化 闽台文化系列丛书 福建古厕 闽台南英口述史 八闽茶运 以及厦门文化特色图书 厦门桥皮故事 福建的世界遗产 古浪语 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严平郡王信俗等最新出版的图书 首次在台湾集中展示 打造两岸最新图书资讯 发布交流的平台 这三位很杰出的大陆画家 他们现在住在厦门 那我帮他们引介来 他们三个人一个是画花鸟 一个画山水 一个画人物 那大陆的这个书法教育做得很扎实 所以在台湾的观众看到这样子的年轻画家 竟然有这么扎实的一种基本功 所以都非常的赞美 本届海图会期间将举办二十余场两岸图书版权贸易对接会 以及多场新书发布会 两岸出版合作研讨会等 邀请两岸图书相关机构共同探讨两岸反简体图书的版权贸易 出版业务合作的新趋势 新方向 在图书选题 策划 发行 版权营销等方面 展开深入对接 共同寻求两岸出版产业合作的新商机 据介绍 本届海图会还在台中 高雄两地 设立精品图书展示交流分会场 为两岸出版产业合作创造新机遇 海图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 已经在厦门和台湾成功举办了19届 实现了两岸图书贸易采购7.13亿元 达成了两岸版权贸易和合作项目4550项 充分体现了两岸出版业的发展成果 助推两岸文化交流 项目卫视驻台机的书逸军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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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